我国将会在明天出动所谓到南海部分进行军事操演 不过来来的最新消息是今天下午 我国有一架F-16的空军战机呢 是刚刚在嘉义外海坠回 最新状况如何 马上联系记者林宇乔 测试博这架F-16战斗机呢 在今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是从嘉义基地来起飞 是在进行一个换训训练的一个任务 不过呢在这个起飞没多久 在嘉义外海上空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一次有机械故障的情况 因此造成了发动机失灵 而这架F-16就直接坠毁在嘉义外海 虽然飞机上的这个飞行员无姓中尉呢 他是顺利的这个跳伞逃生 不过呢这架F-16确定是已经坠毁了 不过在这个隔禁空军所透露的一个最新消息 这位无姓中尉他本身呢目前是安然无恙的 他其实虽然这跳伞在海面上 但是空军在第一时间也已经 透过紧急的一个应别机制 把人给找到了 而且目前已经厚重到这个台湾的医院当中 这位无姓中尉他本身的飞行时数 大约是有300多个小时 虽然不是一个老手 但是也不算一个菜鸟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机械故障 造成F-16坠毁在嘉义外海的情况呢 目前空军是还在进行一个相关的调查当中 不过由于这架这个嘉义的F-16 明天呢其实就要参加在南海的这个护鱼演习 要进行一个海空联合护鱼的一个操演 这起事件是单纯的一个机械故障 还是有其他这个F-16在机械上面可能检查维修 没有检查到的地方 会不会造成F-16战机在嘉义基地的部分要停飞呢 目前呢都是国防部持续在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为您重复一次就是这架F-16在今天下午两点钟 在进行这个换训训练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机械故障疑似呢造成这个发动机失灵 因此呢是坠毁在嘉义外海 而明天的这个护鱼演习呢 目前台湾基的IDF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随时的来抬头来起飞来参加这一次的演练 那嘉义的F-16目前还等待军方 军方进一步的这个厘清整个 这样的情况把镜头交还给彭丁主播 好的谢谢雨桥来看到的是 今天下午在嘉义外海这边有一架F-16战机呢 因为发动机故障而坠毁 害怕不过呢这个飞行员是已经跳下过去